14 题,Measurement and Errors 的题目 有一个长方形,ABCD 但是呢,它就崩了一块 崩了那一块,就叫做EFGH 那就找这个面积,肯定的 就是要把这个崩了那一块,拉平它 那就用所谓的填补法 所以面积,ABCD,大的 就减小的那个崩了那一块,EFGH 这件事当然没那么简单 所有量度出来的长度都是假的 幸运的地方就是他们的Degree of Efficiency 都一样 Correct to Nearest CM 即是1 CM 所以那是MAE Maximum Absolute Error 就会是1.5 即是0.5 CM 所以眼见所有数字全部都是假的 他们全部都是个范围,例如AB 你说它是4,其实它会是向前tim 0.5 向后tim 0.5 如主旅推 另外,它要找X 的范围,面积的范围 所以我们现在先找Lower Limit 最小的面积会是多少呢 原来ABCD我们想去越小越好 EFGH我们想去越大越好 因为这样,减出来的答案才会是最小 这个是一个错位的运算 就不是什么小和小运算,大和大运算 这个情况呢,什么时候会这样用呢 就是当你要计的是减数或者随数 就要错位 如果你要计的是乘和加,那是顺位 就是大和大运算,小和小运算 好,ABCD什么时候会是最小 当然,AB要是最短 和BC要是最短 计算出来的ABCD 长方的面积就会是最小 之后EFGH 什么时候会最大 最长的HG 成为最长的FG 按计算出来,答案就会是13 所以呢,我们可以第一时间 不理会C和Dock 好了,之后当然就是计算 最大又会是什么呢 那究竟是23还是27呢? 那照反主要会是什么 那我们想 最大的ABCD 那就是最长的AB 乘回最长的BC 减回最小的EFGH面积 那就是最短的HG 再乘回最短的FG 按计算出来,答案会是27 所以呢,最后答案就会是B 解释开 员,这一条BBCD 也计算出来 最后是要拿入